老婦人聲淚俱下 痛訴二十幾年的朋友 竟盜領他高達兩百四十萬的存款 省吃鹼用 本來想當棺材本的積蓄 所剩無幾 他就說叫我放在那裡 他要用到弄斷 我們都說不定 彰化這名老婦人 在十八年前 和理性保險業務員 買了兩張儲蓄險保單 因為太信任對方 存責和印章都交給他保管 多年來遭到保險員 盜領八十萬元 還拿兩張保單 借了一百多萬 雖然事後保險員 拿錢補齊了借款 但保單該回饋的一百二十萬紅利 及被盜領的八十萬積蓄 通通沒拿到 家屬不滿要求女業務員出面 他還帶社會人士到場談判 老婦人指控協商的過程中 還被業務員提告恐嚇 偽造文書等罪名 氣得他向警局報案 要求女保險原規還存款 及家保紅利 共約兩百萬元 只是雙方談不攏 走上司法程序 記者陳盛偉 陳思苑 李雲傑 彰化 常常報導